香港的情况呢 现在正在疫情的高位运行 当然我们也很高兴地看到 它的疫情出现了下降的趋势 但是现在的高位运行的疫情 从确定优先和重点的任务来看 它仍然是减少重症 减少死亡 减少感染 老年人的优先保护 是它的重重之重 那么如何在这个时期 集中资源 集中专家 集中力量 来降低死亡 来最大限度的保护生命 这是它当前的最优先的工作 那么如果说在这个时候 我们要开展 在香港开展 全民核船检测 还有一个问题 它的相应的条件 是否足够的具备 比如检测以后 它是需要相应的 对感染者 包括对密切接触者的一种追踪体系 包括隔离 观测的这种相应的空间和人力资源 等等等等 那么综合判断了 它全员检视的司机和条件 我想香港特区政府 做出 当不进行全民检视 它是寻证的 是基于疫情防控的确定优先的要求 而做出的决定 不做全民的核船检视 并不意味着香港现在疫情防控就是躺平 它实际上一直在围绕着三姐三众 易游先四级中 这些战略部署 在和疫情在做斗争 并且也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所以不能认为它不做全民检视 它就放松了疫情的防控 我倒以为它恰恰是依据疫情的态势的变化 通过优先的确定 更科学的来完整完善 修订优化相应的措施 另外呢 香港实际上也在进一步的扩大 扩充检视能力 特别是核酸的检视能力 它的除了固定的布叠以外 还专门设立了流动的检视点 从检视策略上 它除了核酸检视以外 也使用了抗原检视这个技术 让老百姓在家就可以自我的检视 并且通过相应的报告系统 以便能够更早地发现可能的感染者 并且加以管理 我想这些措施加起来 在当前来说 对香港的疫情防控 是有重要意义的 这些还会核酸检视能力 在中间的情况下 这个阻uyorum 往内进行 特别是随时半部分的检视 并且用池子